我们知道各国之间,因为地域和文化之间的差异,所以在很多方面,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做法。 比如在饮食文化方面的差异,就非常明显,西方国家多喜欢吃牛排汉堡。 而中国的餐饮,却是煎炸炒炖会,各种做法五花八门。 相信很多国人,也是对此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感触。 其实我国除了日常的餐饮做法,还有很多特色各异的美食。 比如腊肉就是其中的一种。 其实,腊肉在我国很多地方都会制作。 比如在四川、湖南和广东地区都是非常流行的。 现在随着各地之间的交流增加。 其实在全国各地,都会出现腊肉的制作。 而根据网路讯息来源,小编竟然得知有华人在加拿大小区,竟然因为晒腊肉的举动,还被邻居举办了。 举报的理由也是注视让人哭笑不得。 其实平常吃惯了新鲜的肉类。 偶尔尝尝腊肉,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。 把五花肉切成条状。 穿个小孔。 抹上盐挂在阴凉处晒干。 再加入调料腌制继续晒反复操作。 经过一段时间美味的腊肉,就可以制作完成。 不过在加拿大小区里面。 因为当地的外国人,从没有见过这样的美食制作方法。 所以对于这样挂满肉条的情景,感觉不可接受。 于是就有邻居举报了。 而举报的理由,竟然是认为做出晒肉行为的人,在精神方面是有问题的。 这样的理由也是让人哭笑不得了。 不过小编觉得,在腊肉制作完成以后,可以不妨请这位邻居,过来尝试一下美味。 说不定就会改变他的看法。 网友们你们怎么看呢? 你们喜欢小编带你们的文章吗? 看完的老铁先别走。 可以在评论下方,留下你们想说的话。 和小编一起分享你们的观点。 抬起你的手。 带我文章走。 分享点一点。 人人是亮点。